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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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水 来 水 慢点 我还是带你去医院吧 走 上来 你人哪 到哪儿了 我现在走得动不了 那你赶紧随便叫辆车过来 我现在从你附近叫辆车 你叫的快一点 会没事的 车马上就到了 喂 我立马就到了 你们准备一下 好 您好 这是您转个车吧 赶紧送我们去医院 谢谢 来 来 我们前面只能坐一个人 我坐后面 那你注意点 你男朋友啊 估计在车厢里翻跟头呢 姑娘 我看这小伙靠谱 你还好吗 你还好吗 没事 死不了 其实 怎么了 其实你的生日是明日新告诉我的 生日宴也是她让我安排的 她说只有这样 才愿意帮我和明日集团合作 这样吧 为了补偿我 你之后再给我做一顿大餐 但是不能放下了 好 等你好了 你想吃什么我都给你做 嗯 我有点困了 想睡一会儿 你别管好不好 好 护士 她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易总放心 情况暂时稳定了 但今晚上还要留院观察 您要留下来陪床吗 嗯 那您时刻注意病人情况 有事就按呼叫铃 好 麻烦你了 妈 还笑我一跳 我也想吃 我也想吃 你洗手了吗 没有 没有洗手你怎么吃啊 快去洗 那我不管 啊 小调皮 你就看准我切好了 来 怎么样甜吗 好吃 嗯 真甜 哎呀你这个杯子呀 我知道 知道还放这儿 杯子被往里放 危险 对啊 吃东西之前要洗手 我都知道 妈 对啊 你什么都知道就是不照着做 嗯 就不饿了快点我吃一口 稍等啊 再来 嗯 真的呀 好吃吧 嗯 老天啊 废物 我闺女生病了 周围的人都不知道 现在媒体全知道了 我这个老脸 还要不要了 北辰 在 你赶快去医院 把她给我救回来 咱们公司总裁 住在他们家医院里 这叫什么事 顾董 这事交给我 保证给您办法 顾董 张成峰和李婆浪 在楼下等您好久了 让她们上来 哎呦 顾董 您终于舍得见我们了 是啊 顾董 楼下的茶都喝饱了 老朋友了 请坐 要不顾董今天再打两拳 我们给您备牌 先谈正事 顾董放心 我们心里都有数 这要不就把好消息 给您带了 怎么 浮空岛的事情有个消息了 这浮空岛已经是过去式了 我俩给您带来的 是超越您想象的 终极人类住宅图纸 终极人类住宅 这个夜南川的设计 这么先进了 可不是啊 顾董 这可不是夜南川的设计 就夜南川的设计 不值一提啊 嗯 这个终极人类住宅是在地下十米 对 十米 哦 又叫这个共享后花园 不懂 这活人 住在浮空岛 这人走了 自然得住终极人类住宅啊 不懂 咱们这个项目 那可是非常有市场的呀 您可千万别错过这个发财的机会啊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够了 我看你们两个人 住在地下十米挺好 这件事情能干就干不能干 在我找个人来 郭董 您先消消气 这个 人不比小猫小狗 哪个说找来就找来 就是 更何况 我觉得我们俩也够用了 你们俩就看看这小猫小狗 这俩小猫小狗 全部都记录在案 姑董 您放心 您交给我们的事 我哥俩绝对处理好 您要的人 我们一定尽快给您找到 事不宜事 我俩马上去办 马上 马上 你俩正是你俩 狗 这两个废物 顾董 菲特封头这边有消息了 找个时间约一下 好好招待一下 是 还有 明日就算投资的事情 给我盯紧点 明白 帮我念想 我 给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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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在这儿住院了 我可以勉强驱村将会 给你当轻司机 要不要去看他随你 我就问你这一次 上车 牺牲小我 成全大事 救人要起 顾小姐 你醒了 叶总 您醒了 她怎么样了 顾小姐 她高烧已经退了 但是她有过敏性休克 引起的高烧 所以她还要 领人观察几天 另外我们发现 她还有疲劳过度 跟低血糖的情况 您一定要好好照顾她 千万别让她再奔波操劳了 好 麻烦你了 外面什么生意 你们是干什么的 叶总 打扰了 没事 认识你了 北秘书今天带这么多人 光顾我的医院 有什么事吗 我要带顾总回去 麻烦让让 回哪儿去啊 禁闭室吗 什么禁闭 我是要带顾总回去好好休息 我们定庄集团的私人医生 更了解顾总的健康状况 那我看不必了 顾灵素我照顾就够了 你们回去吧 叶总 趁我还愿意好好跟你说话的时候 心里有点儿熟 别给我逼逼叨叨的 不要让我为难 好吗 我并不想让任何人为难 我只是想保证顾灵色的安全 还要比我们顾家更安全的地方忘了 再说 现在顾总出现的消息 您传得满天飞 这万一要是影响到咱们两家的骨架 就不好了 是吧 所以在你们的眼中 就只有骨架了 老子锁了好多遍了 家里面有十人医生 有十人医生 有十人医生 老子锁了三遍 两个人都锁了四个遍 看你个人长得细皮了 老子急着想起来 你怕是要靠细皮哦 叶总 给您交个底 这是顾董的决定 他决定的事儿 谁都没法改变 你虽然也是一个老总 但和他比我 你还不够格 来 给顾总拔针 咱们打到回府 我看谁敢动他 你说什么 我说 你动他一个试试 我 你要是今天动了我 顾董会怎么处置你 先别动他 还不是时候 我 要不是为了支这份钱 我真不想在这儿 受这份冤枉期 叶子 我跟脑子等到 走 全子墨 你不去和他打声招呼吗 不去了 为什么 你不彻底过来了吗 李岳城书在 问题不到 你这备胎 还挺生命大义的嘛 干嘛 别耽误涨高 涨高 等下辈子吧 走吧 回公司 你说说 咱们这个叶总 人又不在这儿 要这么个办公室干嘛 这个可恶的关系货 人又见不着 怎么跳起我 要不咱们迂回战术 从他身边的人下手 从他身边的人下手 他平时跟谁最前 姜涵 爸 这是针对您的顾虑 结合成书的想法 做出来的方案 我把每个 不是说过了 叫你不要管了吗 我的方案 有什么问题吗 是你的想法有问题 木林这项目 是我和成书之间的事 不是你展现自我的机会 我只是想帮你们 我帮你们 我帮你这些鬼话 你是我的儿子 你那点小心思 还瞒不过我 爸 未来集团始终是姓叶的 我做的这一切 不都是为了江湛能有一席之地吗 叶成书已经回来了 和他针锋相对 对我没有好处 我们还是顺着他的意思做吧 这件事不用你管 那我应该怎么做 是您说的 让我顺着叶成书 帮他 乖乖做叶下的棋子 我就是按照您的意思 在做啊 爸 滚 等等 把你的项目收纳走 江总监 又来找你爸聊项目 是啊 您可真是勤奋 对了 咱们上次聊的这个 共享后花园的项目啊 我们有了新的想法 没错 咱们要不晚上一起吃个饭 吃个饭 张总 李总 这个项目 董事会议已经全面叫停了 我可能也帮不上什么忙 不是这么说 咱不聊项目也可以吃饭吧 就是就是 咱们一起放松放松 放松 放松 最近设计部比较忙 等有时间了 我再请二位吃饭吧 好 抱歉 易丁安 这小子就这么走了 这小子油盐不尽 咱们好 你知道吗 昨晚库林寺入院了 咱们也总陪了一晚上了 我当然知道了 热搜都挂一早上了 他俩完真的呢 不然呢 都公开这么久了 我们走吧 上上上 下游 四个就这儿 赢了 你小子 技术不错呀 游我几分间船 面对面的博弈 才是战斗的真谛 爸 你总是游走 经济是发育不起来的 打住打住 我特意回国 不是来听你们跟我说什么大道理的 姐姐 把你整理的东西 给你搞搞看看 来 哥 你看 这不是 木林镇的资料 哥 叶成书说得没错 木林镇确实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地方 完全可以开发成一个国际旅游圣地 爸 你这次回国 该不会就是因为叶成书的方案吧 我是为了和古人的约点 别看我啊 我可不清楚 以后我再和你们说吧 金金 联系一下叶成书 约他见面 谈谈木林镇的事情 这么神秘啊 那我就告诉他 有一个叫强哥的投资人 约他见面喽 聪明 不过 不要弄出太大的声音 如果能拉到投资的话 我是很有信心 能把木林镇改造完成 成书 哥 你呢 好点了吧 好多了 给 这是什么 木林镇十字水的开发方案 空闲的时候帮你做礼物 谢谢你啊哥 改天我要好好做顿饭 为你表示下感谢 别啊 我还想活着上班呢 来 林总 咱来一起看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做出这么完整的项目 不愧是江总监 不敢的 哥 你这个方案做的确实挺好的 但是他要拆除原有的一部分建筑 就为了这条商业街 还要榨山扩地 你想一点都不拆 十字水的每一栋楼都是一山傍水而建 没有破坏任何的河床和山体结构 这是我爸特意这么设计的 就是为了在开发木林镇的同时 可以保证现代建筑和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存 所以我不想也不能违背这个意愿 你小子是真确啊 现在有一个问题 如果说我们一点商业元素都没有 很难吸引到投资人的 你说的也对啊 所以 这才是个大麻烦 不如我给你爸打工算了 我看北辰的工资也挺高的 好啊 我爸手底下 东南西北 就差你一个红钟了 可以啊 我当发财 怎么了 明日信说给我拉到投资人了 什么时候 明天 明天 那走吧 还有时间补补课 好 那不送你了哥 我们先走了 我去找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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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你找我了 我去找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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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请问你是过来开会的吗 是啊 我是来找强调的 那就是了 这可是金可集团的强总 亲自主持召开的会议 您搞错了 我不是找金可集团 这可是世界五百强 大企业来的 急不可施啊 别在这站着 咱们赶紧进去吧 不是你可能找错人了 就在这前边 走了 不是这里吧 是这 是这儿 就是这儿 不是 你们真的搞错了 哎呀 没有啊 来 坐 来 好好坐 走了啊 来 来 这打不了本话 为什么 咱们的会议啊 都是保密的 之前就有人在现场 说出直播 后果很惨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快乐变成了你 不经意 脚步的轻易 可能是因为遇上你 心底下起了雨 不清晰 困在空空房间里 想背着你的谜题 背着你的谜题 算不算是一种情景 喜欢上你 倔强的年纪 像银河的距离 闪烁的小星星 越清冷越美丽 还有多少个书题 尽管曾忘年曾经 我一定找到你 好喜欢你 像蓝天的繁星 闪烁的好美丽 我一眼就看到你 尽管曾忘年曾经 永远都 找到你 我一眼就跟你们